早 找到了 哇 哇 好酸 我的甜 他的甜 我的酸 再找一遍 米斑斑 米斑斑 这个是最好的 终于 没有成熟的 没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玛丽雅 我是汪汪 今天 差不多一个视频 今天我们吃中午饭的时候 听到妈妈说 妈妈说 走中国 妈妈说 让我带她回中国 因为这里 妈妈觉得比较危险 对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讲 我也不知道 对 形容不出来 不出来 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我 为什么不带玛丽雅回国 对 回国 今天我就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不回国的原因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对 首先 我们来说一下 飞机的问题 对 我看了一下最近的机票 对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的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的 能回国的飞机的机票 基本上要上 接近两万元左右 然后你想想 这次 我打算带玛丽雅和妈妈一起回去 哪里啊 这是什么 你想想 三个人的费用 接近就六万元人民币了 三个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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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人接近六万元人民币了 对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 可能有很多朋友也能查到 机票只要三四千元的 那个飞机能不能飞呢 那个飞机是需要中转的 对 如果在比如说这个机票 它在泰国中转 需要重新拖运行李的话 你是需要重新入境泰国的 但是呢 现在我们不能入境泰国 因为泰国没有开放嘛 泰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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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个问题 泰国 泰国 下一个问题 是关于签证的 对 虽然说 玛利亚来中国是免签 但是现在 只开放了三种签证的 外国人入境方式 其中有一个签证就是团聚签证 应该也就是如果我和玛利亚 有了结婚证明之后 她可以办的签证 但是呢 对 但是呢 我们没有注册登记结婚 所以说她办不了这个签证 也就是她不能入境 然后就是 在现在特殊的情况下 玛利亚愿不愿意过来的问题了 对 如果所有的签证都不错 对 就像签证的签证 对 你也想跟玛利亚一起去吗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但是 其实 在这种情况下 我并不愿意去 习惯 既然玛利亚不愿意走 那我也不想和她再次分开 不想 好像 我有朋友 她想回来 我怎么想回来 对吗 习惯 既然她不愿意离开 我肯定就不会离开了 我再也不想 让个车 我再也不想忍受那种 分开的痛苦了 所以说她不会离开 我也坚决不会离开的 对 然后 我们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嗯 我们想 帮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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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关于回国的时间呢 我感觉 最少也得明年 下个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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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认为是 而且必须得建立在 疫情 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基础上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去旅行 对 我们希望 当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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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还有一个 关于为什么 我们在哪里 我们到哪里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关于 为什么只有三个人回国 回国 三个人 三个人回国 我妈 我晚晚 嗯 嗯 因为爸爸和姐姐在这边有工作 工作 对 Can't make a long holiday 嗯 他们没有 long holiday 他们没有long holiday 对 然后现在又回国需要隔离 所以说这个 就基本上不现实 对 三个视频 最后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嗯 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对 我也会尽量解决大家的疑问 对 是吗 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再见